HELLO 大家好,我是Yan 今天又來到這個幸福感UP的系列 是我一個很喜歡拍的系列 跟大家介紹一些令我生活很開心 以及令我感到很幸福的事 不知道大家最近覺得怎樣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的生活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 其實我最近也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煩惱在發生 在所有的煩惱進行的時候 又不可以馬上去解決 所以我就會在我生活中 一點點去加入一些我自己覺得是開心的事 或者是令我舒緩、舒服的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這兩個月以來 我用了什麼是令我覺得很開心的 慢慢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大概都會知道 我是很喜歡一些香的東西 香味是會令我很舒緩的 今天第一件事要介紹的 就是這一支來自日本的化妝水 它是一支有機化妝水 99%是天然的成分 它的牌子就是Argeland 這個是Mate in Japan 而且我在網上去找它的資料的時候 它好像是重本清出的一個品牌 又或者有人說它是重本清獨家的品牌 究竟是不是真的在他們旗下自己做呢 這個我暫時就不得而知 我的確是暫時在重本清才找到這一支 它有什麼好的地方呢 剛才說了它是99%的純天然成分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呢 對於我來說最重要就是 我打開過去聞一刻 雖然你們聞不到 我幫你們聞 真的好香 是很草本的 很草本很清新 那種香味呢 不是可以維持很久 它不是香水 但是呢 當你塗完上面 做完整個Skin Care之後 你還可以享受到那種香味 這個對於我來說是很舒緩很舒服的 它呢 這個就有兩個不同的質地 有一個就是水潤一點 你看到我買了一個水潤一點的 另一個呢 是Rish一點的 就看大家的需要 因為我自己也會用 後續的護膚品 是會用一些比較厲害的 所以我呢 我這次就選了一個輕一點 但是接下來我也想試一個 是滋潤一點 就是去到冬天的時候 除了Toner之外呢 它還有一系列的產品 是非常膚色的了 有洗頭水 洗澡液 Cream 整個面部的Skin Care 全部都有 接下來我也會想試一下它的洗澡液 看看會不會是很香 因為真的很舒緩 這個味道真的 大家去從本清道問一問 其他地方就不能問的 就是它了 然後呢 又要說一樣 我很喜歡用的東西 幾乎每天都用的了 它是什麼呢 就是它了 它就是來自日本 Lululun的這個品牌 Mask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呢 它推出了很多年 但是呢 我一直都沒有用的 原因是因為 我以前用過一些日本的多化妝的面膜的時候 我會覺得呢 是很乾的 就是不夠濕的 因為當你買了一包不適合的時候 你又要用完 你又會感到很煩惱 那我沒有繼續試 但有一次呢 我就是去重本清那裡逛街 對啦 那我看到呢 它的櫃檯那裡 真的有很多 還有呢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有很多 是一些多化妝的包裝 因為其實我真的經常敷面膜 那如果我每天都要去 用一塊面膜的時候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包裝 很多浪費 我自己都覺得 不是那麼過意得去的 其實 但是我又很想令到我的臉可以保濕 那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就真的很想找到一些 可以多化妝 比較環保一點的面膜 可以去代替一些一張一張的面膜 所以我那次呢 就毅然去嘗試一下 Lululun這個品牌了 由於它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那所以呢 在琳瑯滿目這麼多不同種類裡面 我第一種試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呢 是紅色包裝 它是寫著Precious的Moist 我自己最著重都是保濕 所以我就先選了這個 嘩 試了這個之後呢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即使它是一個七塊的包裝 它那塊面膜呢 都可以做到很貼 還有很濕 那我就很喜歡了 於是乎呢 我之後呢 就再去買了這兩款 好像是比較新一些 推出的 這款呢 就是黑色的 它就是做毛孔 這個呢 就是維他命面膜 聲稱可以解決到五大肌膚問題 包括是提亮 保濕 提拉 以及一些收毛孔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維他命成分 我自己用過之後呢 我依然會覺得這個呢 其實那個性價比 以及它的效果 都很好 很保濕的 另外呢 我就會選這個 這個呢 其實它做到很多不同的功能 都是很不錯的 至於這個呢 就沒有那麼濕潤的 它真的做收毛孔 所以呢 大家如果真的試的時候 就要看一下你喜歡哪一款 它價錢也很便宜的 所以其實就很划算的 我自己覺得用了這個面膜 除了是說 當然是可以保濕啦 可以保護我們皮膚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呢 也是令到我的心靈上面 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因為始終都知道 就是太多的包裝 是會破壞環境 那我自己覺得 用對了之後 就可以用一些更加多的化妝的 那又可以呢 節省一些的包裝 又可以呢 是為保護地球呢 呢 起碼出一點點綿力了 我經常都覺得呢 幸福呢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啦 無論你的收入呢 是很可觀 還是你是一些小資女 剛剛出來工作 沒有那麼多收入也好 我們呢 都應該可以過上一個呢 享受和幸福的生活的 接下來介紹這個產品呢 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隨手可得的了 在周圍應該大家都會有 萬寧這間店 是不是 那在裡面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有一支這樣的東西 那它呢 就是一支Body Lotion 我想說我也是很偶然的情況 話說有一天我就去買Body Lotion 因為我每一天都會塗的 洗完澡之後 我其實是想買我買開的牌子 不過呢 我就看到在旁邊呢 就放了這兩支東西 那你知道啦 我這些外貌協會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美啊 它令我覺得很舒服 它令我覺得很舒緩 那你知道綠色我也很喜歡 這一支呢 其實它就叫做 奇亞紫蜂蜜潤膚露 100%是有機的 也都沒有添加 那你看下去呢 其實它的成份呢 真的挺純正 和很棒 那於是乎呢 我呢 就是第一次試了這一支 就是我現在正在用的了 那大家看到呢 這裡是有一支新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最近去萬寧的時候 我發現呢 很誇張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20多元一支 然後我早幾天去看呢 我看到是25元 是買一送一 哇 我心想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便宜呢 於是乎呢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買多兩支 然後就試了這一支 但是我還沒試上新的 它這個呢 是什麼呢 日本山茶紫油的潤膚露 它也是100%是有機的 這個呢 就是做一些滋潤美肌 回復彈性 那這個呢 就是 改善皺紋的 就是有一點抗衰老 抵免外來的 侵害的 我現在就用這一款 我覺得呢 是挺香的 挺舒服的 洗完澡之後塗 它不算是很油膩的質地 不是很稠的質地 我本身是用開一些很豐富的 但是夏天呢 我自己也覺得呢 不需要一定很豐富 很黏黏的 因為始終都會出汗 所以我覺得呢 夏天用呢 這個是剛剛好 那如果對大家來說呢 因為其實我真的用到很滋潤的 對大家來說呢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好的一個成分 那 通常呢 Body Lotion 那些的設計呢 我覺得都不是太漂亮的 其實甚至乎有點噁心 當你擺在桌面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有些好像很違和的感覺 尤其是 我自己比較挑剔一點 但是呢 我覺得擺這支 譬如在桌面呢 你可以當上擺手啊 那之後做起床 可能擦一下腳啊 那樣呢 我覺得都幾適合 如果大家 都苦惱用什麼Body Lotion 都不妨可以試一下這兩支 不知不覺就介紹了 那麼多的Skin Care給大家了 接下來呢 我想說的呢 就是另外一樣東西 另外一種 令我生活感到幸福的東西 就是 這個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個眼罩來的 那為什麼我會介紹眼罩呢 其實因為我現在這間屋呢 它是向著東邊的 所以我每一朝 其實只要去到 大概六點幾 七點啦 那些太陽光就會照射進來 它已經特地是 裝了一個遮光的窗簾 但是呢 那些光真的很厲害的 它依然會在那些納縫那裡 就是這樣曬進來 那我自己是很敏感的 對於光 一光我就睡不著了 其實這件事呢 基本上已經纏繞了四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去處理 那是想著 不要緊啦 早點起床 當自己這樣 但是始終呢 都會騷擾到自己的睡覺 睡眠質素不太好 最近呢 當我要去補充Body Love的 那些濾心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它的網站呢 竟然有這個眼罩 就是來自 Body Love的 我之前有介紹過它的那個 花手頭 和它的濾心 這個眼罩呢 其實它可以吸引到我買的 也很厲害 因為它的價格呢 大概是$138 還是$140 也挺貴的 其實呢 它有一些位置也很吸引我的 就是呢 它這個立體的設計 大家看不看到呢 它這裡呢 眼窩的位置呢 它是做了兩個圓圈的 好像那個冬菇一樣 而且呢 這個冬菇呢 是可以撕出來的 撕出來呢 就是可以你自己調教 比如說你的眼睛 那個間距呢 大家都不一樣的嘛 那你就可以呢 把它調適合你自己的位置 然後呢 就吸上你的眼睛那裡 首先呢 這個這樣吸住呢 真的是正的 因為它是 第一 它是可以按你的面型 去黏住你的眼睛 第二呢 就是因為這個是冬菇 中間胸心 所以呢 你戴了眼罩的時候 你依然可以張開你的雙眼 或者它不會紮住你的眼睫毛 紮住你的眼簾 那譬如你有時化妝 你想小優呢 那你依然可以吸住它 你就不會紮住你的眼妝 那這個是不錯的 還有呢 就是呢 當它有一個圓圓圓的設計 去包住你的雙眼的時候 就是真的貼了你的雙眼 那些光呢 就不會進來了 如果是普通眼罩的話 其實它只有一塊平面 始終那些光呢 都會在那些隙子那裡 滲進去的 但是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立體的設計 所以它就不會了 那還有就是它 它後面這些位置是做了橡筋的 那當我戴上頭的時候 就不會說很緊啊 我可以自己調校那個長度 後面就是魔術貼的 那你自己就按那個頭位 就可以戴上去 而且它是很輕的 輕得很緊要的 好像五十幾gram而已 那不會覺得有壓力 很舒服的 就算我是睡覺的時候 我戴著 然後我側頭 摘下去 都不會覺得不舒服的 那這個我都覺得 是值得推介給大家 還有呢 它會跟著一個小小的袋 那這個袋 也是一個很 就是很輕鬆的袋 那不用的時候 又或者真的要 帶去 出旅程啊 或者你上飛機啊 那這樣呢 其實你看 都很少巧 這樣塞了下去 就是這樣 最近呢 因為呢 小朋友呢 他們是放暑假 所以呢 就不用這麼早起床 那我也有幾天的時間呢 可以用到這個眼罩 就是 可以睡眠一點點 那整個人都精神了 都覺得 有時候 下午 譬如我真的很累 我需要睡一個眼罩的時候 我也是靠它 來到 去 令到我可以進入夢鄉 所以呢 這個也是要介紹給大家的 跟大家介紹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其實呢 我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很想跟大家介紹 我突然發現呢 原來我真的是 一個發掘一些東西 令自己開心的專家來的 我相信呢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 是一帆風順 或者呢 是真的長期100% 處於開心的狀態的 但是只要我們懂得 一點一點的累積一些 的幸福感 把一些的元素 加入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深信呢 我們呢 會過得更加快樂的 希望呢 大家都喜歡這個 幸福感UP的系列 我也有收到一些朋友 去 去資訊我 就說很喜歡這個系列 我也希望呢 可以一路透過去介紹一些好的東西 好的人同事給大家 一路呢 我們呢 都可以開心地生活下去 好嗎 特別是最近社會裡面呢 都有很多呢 關於情緒的課題 一些情緒的事情發生了 甚至乎呢 都會是一些不開心的事 希望大家都好好關注自己的情緒健康 如果你真的覺得呢 不開心 或者你是需要休息一休息 安靜下來 完全去休息 慢慢一步一步的 一件一件事呢 去儲回自己的幸福感 才再衝刺都未遲的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來like和subscribe 還要按鐘仔 下次的新影片就會通知大家的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再見